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驻洛杉矶记者东尼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洛杉矶境内的一个沙漠小镇 位于15号公路边 这里有一个自由雕塑公园 自由雕塑公园是由陈维明雕塑家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 在这个公园里有很多的纪念8964的一些雕塑和纪念中国民主运动的雕塑 在昨天6月4号和今天连续两天 在这里有一些纪念8964的活动 在这里你看在入口处,在公园的入口处有一个小牌子 共产党人不得入类 我今天参加你今天这个纪念的8964活动 我发现很多人参加 是什么因素,是什么原因你觉得让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您的这一次的纪念活动上 因为这是六四32周年,它非常的特殊 它的纪念活动到来的时候恰恰是全世界瘟疫的蔓延 这个瘟疫的蔓延呢 它其实跟32年前的那个黑夜那个六四镇压 中国民主运动要求是息息相关的,完全相连的 因为在一个民主化的中国 就像美国这种制度下的一个自由社会的话 它不可能发生这种人味的灾难 如果一旦这种泄露 那么就像你们这种媒体,自由的媒体,医生 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和疫情告诉那个美国人民 但是在中国一个铁末的一个独裁的专制统治之下呢 他们在那时候还要营造一个万人宴 一片歌舞生平一直到依法不可收拾的时候 他们甚至断了去北上广的所有的列车飞机 但是他们把大批的武汉人 这身感染的人飞往欧洲,飞往美国 把这个病毒,致命的病毒 当他们感到这个病毒是非常危险 它要传给全人类 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和一个专制国家的不同 所以我们在今年32周年来回顾这段历史 很多人说32年它已经是一个历史 已经是个过去式的一个符号了 为什么你们还滴滴不休的要讲这个32年前的过程 我们应该向前看 但是我们恰恰要向前看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失败了 以赵紫阳胡耀帮他们为首的改革派失败了 如果当年,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中国转型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时候 那么就会杜绝这个病毒的外传 哪怕在研究领域里面它不小心泄露的话 我想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媒体,中国的良心人士和医生 他们会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引起警体 而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传向全世界 那对于中共病毒的雕塑,落成有什么意义? 因为中共不但它否认这个是在中国制造 中国传播 而去以他们这一批人隐瞒下的这种成果 他还要把这个成果说是美国制造 是美国制造 那么他其实像通过这托换概念 这种隐瞒 把这个甩锅给一个自由社会 而且他把自己打扮成这场疫情当中的英雄 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从一种良知,从一个正义感 从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的 他要书写的是真实的故事 他的作品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说我当然要把这个真相揭露出来 因为罗丹索卫书家真实的是最美的 他的欧米尔,那是一个老仓夫 他那个感觉,那天有一个人给我发言 他说你这个作品有点像罗丹的欧米尔 欧米尔小姐就是老妓女 他是一个丑陋的专制独裁的统治者习近平 伴随而来的是死亡 是吧,是病毒的传播 这个他的主事也就是镰倒斧头帮 是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有机的一个联系 那么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这个整个是一个丑陋的 但是他从美学意义上 他是因为我其实是一种真相 所以他从美学意义上是美的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雕塑说得非常的成功 不是你做了一个ugly的一个人而已 他揭露了我们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他的美丽之所在 香港人们是失去自由 所以什么类型的丑陋的丑陋 你帮我做呢? Well, I was the author of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that legislation is law and it further empowers the administration to sanction individuals very high up individuals both in Hong Kong and in Beijing we have to do far more sanctioning with the what we call Magnitsky like sanction so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a visa to come here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with US banks and with anything connec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just a start I mean the fact that Xi Jinping did what he did starting in around 2013-2014 while he was simultaneously telling the IOC, the Olympic Committee that we're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and all those assurances they got the Olympics while he was planning for a genocide and then simultaneously with that the crushing of Hong Kong some of the best, the bravest and the brightest and Xi Jinping chooses to maltreat him jail him beat them and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has to has to realize you can't trad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ymore they have to pivot and change their barbaric behavior or or we just won't trade where are they going to find markets for all of those exports in United States in Europe Latin America we need to sanction no matter how strong they are militaril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对于香港自由的 那种权力 越来越少了 您是怎么想的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现实 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共政权 对香港的这种压迫是越来越厉害 香港自由在逐渐的丧失 曾经香港是我们这种 所谓中国民主的一个希望之地 也是当年 89之后 我们这些流亡者 是经过香港 香港人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使得我们能够流亡到海外 所以说他对当年我们认为香港是对中国的民主自由 是有巨大贡献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很悲哀的看到 香港自由在一点点丧失 他已经成了中共铁蹄之下的一块 不自由的土地 而且新的一代的香港人也成了一个新的流亡者 所以这个真的是感到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尤其是2012年我曾经去过香港 也参加过六四的维园 在那一刻十几万人 那一天晚上好像有创纪录18万人的维园的烛光 其实我那时候作为一个六四的亲历者 一个六四的受害者 那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鼓舞 我在那一刻 但是回想起现在维园的烛光 居然被中共熄灭了 但是这是个很悲哀的一面 但是我相信 香港民众心目中的这个民主的烛光 中共是摧毁不掉的 我也知道就在六四就在昨天 百万的香港民众依然用他们自己特殊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坚持 表达了他们自己对良知的坚持 对六四的没有忘记 所以这个在悲哀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的这种欣慰 所以也证明了人心所在 中共的铁蹄 中共的这种残暴并不一定能够得逞 对于六四的民主斗争 您是如何去思考计划 如何去继续抗争 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在思考 就是32年前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是不是错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如果怎么样 有了更多假设 这个都可以从学术上可以去探讨 其实一个根本的问题 大家就是想 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抓住机会 能够尽好的去组织这么一场民主运动 能够尽快地结束中共的暴政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要共同思考的 那么在这个思考的同时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经历过六四镇压的人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把中共的这种真面目 就是中共的真相 要尽早地要让人们知道 那么包括西方世界的 咱们这些海外的这些朋友们 也是要首先从认清中共本质开始 这个才能使我们形成一种 巨大的一种合力 那么这么一种 对中共形成一种合力的围剿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在今后尽快推翻中共的这个过程中 国际社会的合力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今天在这里 我很高兴像史密斯议员 美国的政界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 他们不仅认识到 他们也能大声地击呼出来 能够让整个美国社会 都能够看到这么一个情况 把这个对中共的 全世界对中共 对全世界危险的这种情况 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那我们在当中 当然要推动这件事 在这个 这是首先要做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很细化的这些 这些这个政治操作方面的行为 我想那么有很多 咱们的人人知识 都是在思考 有朝一日 只要中共有一点点的 这么一个宽松的环境 就是说民主是需要培养的 那么民主的培养 包括民主的实践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和环境 所以这个我们不会担心 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千万不要怀疑 中国人的智慧 不用担心中国人说 不会民主 或者说搞不来民主 这个我是对他充分有信心的 所以在这一点 我只要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